主席、郵院長、行政院蘇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們先請那個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好,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機場防疫,那個部長覺得還安心嗎? 機場的防疫,安心 就整個防疫,我想到目前為止,做得很好 至於說,有些少數人為的疏失,我們就檢討改進 我是這樣子建議 我們機場所有進到國內的 就是有症狀的,他去做PCR的檢疫 沒症狀的就是回家 居家檢疫 那這個部分,坦白講,那個喝咖啡的案件 類似這樣的案件,我們不是單止一樣 就是有一些居家檢疫的,也有一些四處亂跑的 那目前美國跟韓國,德國他們有少數國家可以做大量的篩檢 所以他們是經過一個快篩的程序 那據我了解,他們好像是說這個準確率可以高達90%以上 如果在機場所有的進到我們機場的人 先做這樣子一個快篩 快篩有90%的正確率的話 如果有疑慮,有問題,那就去做PCR的確診 也就是說從沒有症狀的這一批人 我們如果先經過一個快篩的程序 然後可以先濾掉一些可能有陽性的人 再去做PCR的確診 這樣子是不是對機場的防護可以多一層保障 快篩當然就會有它的準確度的問題 會不會造成另外一種風險 快篩好像是陰性,結果它爬爬罩 這是一個問題 沒關係,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知道 所以市會中心有它通盤的考量 因為台灣我們有做到幾點 第一個就是所有的這個路徑的健康聲明 還有這個居家檢疫這個通知要落實 而且可以追蹤 所以這個部分又有防疫車隊,防疫的旅館 所以部長是認為說還是照現在的指揮中心的做法 對於機場的快篩暫時,部長還是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目前我們就結果論 我們台灣的防疫能夠控制 跟現在指揮中心的規範的落實 我想有關係 那我們要用新的方法 這個成本或者是它可能的風險是什麼 這是兩面都要一定來評估的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的態度 請教一下,請蘇院長 蘇院長請 請教一下院長您的看法 就是說我們其實的能量都還夠 那快篩基本上也算是便宜 可以做這樣子一個機場的快篩 可以多一場的防護 那不知道院長的看法如何 感謝委員來關心 我們整個防疫工作 防疫指揮中心 專家小組 這整個對於全面防疫怎樣做最好 他們有專業判斷 我原則上都是尊重他們 那我在這邊正式跟院長 跟部長提出這樣子的建議 那也希望可以提出跟疫情指揮中心做參考 因為現在這一段時間 我想我們的檢疫能量還夠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防疫 我們已經做到90分了啦 事實上要謝謝院長 還有我們各部會表現真的很好 讓我們台灣人 可以在世界上有這麼好的民生 那我們也身為台灣人感到驕傲 感到光榮 這個部分做得很好的部分 我們先謝謝院長 以及我們行政院團隊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我們90分嘛 那總是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在這邊正式跟院長建議 希望可以提出這樣子一個參考 在機場做全面的浦 就是高風險的都可以做快篩 這樣子我們可以先把高風險的減少 就是他無症狀的 他可能在有一些風險流露出去擴大的 我們可以在這個部分 先再把它做加強一場的防護 這個部分希望說院長可以跟指揮中心 你們再仔細考慮 那我在這邊就是很具體的建議 這個部分納入參考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個紓困 紓困現在我們是打算發振興抵用券 那國民黨一直在說希望我們發現金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這個防疫紓困跟振興經濟 所以在紓困的部分呢 跟振興經濟這兩個部分來思考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弱勢 可以發現金 然後我們一般的還是用振興抵用券 因為他這樣子才有辦法刺激消費 那對於這樣子的建議我不知道 部長有什麼 那個院長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們弱勢已經有發現金 達四百億 我們整個發現金 比當年這個金融海嘯 要國民黨發現金比他還多 謝謝 但他是一種通通有假過敏物 我們是發給弱勢 發給需要的人 照顧差不多有三百萬人 就是失業的弱勢 或相關整個要怎麼樣子 包括老闆要給人家解雇 我們說不要解雇 我給你補貼四成薪水 所以這一些全部加起來 高達一千零三十五億 都是發現金 謝謝院長 所以我是在這邊也建議 就是我們弱勢發現金 跟一般的真心抵用券 這個一起講 要不然會被國民黨扭曲說 我們好像都不願意發現金 所以這個部分有一些社會會被誤導 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行政院也可以 就是說我們發現金跟真心抵用券 是兩個都有的 只是我發現金是針對弱勢 我真心抵用券是針對刺激消費 真心經濟這個部分 所以我是雙廣旗下 而不是只有做一個 我們發現金 委員講這樣很有道理 不要以為我們只有抵用券 我們還有現金 我們的現金比當年那個多 但我們有排物 我們不是通通有獎 我們不只給弱勢 還給需要的人 比如計程車司機 就一個月一萬 一萬二 一萬三個月 一萬三個月 你看這個也是現金 還有兩千塊的油錢 還有另外又有兩千塊油錢 所以希望說我們行政院 或者是我們交通部 我們其實可以這樣子做宣導 我們其實是雙管旗下 而不是只是單發抵用券 以免被人家誤導 這個部分也在這邊提出具體建議 第三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鳳山這個地名 院長麻煩您看一下這裡 鳳山還有這個是鐵道局做的 是鳳山車站 它是用FENG 然後我們鳳山公所就是寫FONG 然後我們的捷運站也寫FONG 那為什麼鐵道局會寫FENG 鐵道局 鐵道局 它應該是南北 它就是用一套拼音 我跟部長跟院長報告一下 這個其實在以前 台灣的這個拼音系統 在1939他們之前的時代 他們都用 就是更早 國民黨的時代他們都用漢語拼音 所以他們那個是用FENG 那在陳水扁總統時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研發一套 就通用拼音 就是說我們平常在怎麼說的 我們就叫我們怎麼說的 比較通用 那現在到了馬英雄時代 又把通用拼音又廢掉 然後又改回漢語拼音 所以呢 這個在 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這個鳳山呢 你看 在上面漢語拼音 它就是FENG FENSAT FENSAT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底下 通用拼音是封散 那我們就覺得說 我看到鐵道局用這個的話 我就馬上說 請他們要跟進 他們說現在沒有行政院 整體一致的立場 他們不知道怎麼更正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這個可能 不只是交通部的問題 可能是行政院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將來 這個漢語拼音跟通用拼音 我們應該怎麼用 那我是認為說 我鳳山就是鳳山 為什麼要給我 叫FENG 我就一直不懂 所以我一直要求鐵道局 這個部分要趕快改回來 它現在不敢改 它說這個要全國一致 內政部的版本 那通用或漢語拼音的版本才能處理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院長可以 現在 不知道可不可以給我們回答 好 這個應該全國一致 我請這個主責單位 就這個來 全國讓它全國一致 應該的 所以這個應該用我們的通用拼音嗎 不是用什麼 這個什麼拼音這個我不那麼了解 沒關係 但反正一個國家就應該全國一致 所以我就這個歷史 因為剛才有簡單跟院長報告過 通用拼音其實就是 漢語拼音其實中國大陸 幾乎都用漢語拼音啦 如果中國不好用的東西要用在我們台灣 這個部分希望說院長 可能這個要快 不然我風山車站已經被立上去了 我的市民會搞不清楚 其實我不知道 那個什麼拼音什麼 這種我沒有研究 但應該全國一致 一致一樣啦 我們就 我們什麼發音就還照什麼發音 所以這個部分 拜託院長得我們 執行過後這個可以交代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憑我個人的力量 要去影響所有的部會可能有困難 這個要拜託院長來交代處理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第四位 那個觀光局該觀光署 這個其實我跟我們的部長說過啦 我這會去特別來交通委員會 因為我覺得 未來台灣是走高科技產業國跟觀光文化國 所以未來觀光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觀光局它的層級太低 是不是有機會把它變成觀光署 好 讓我們真的是 我們現在台灣觀光的GDP 2到4%現在不同的說法 但是呢如果說 我們有機會把它變成10% 好 未來AI的時代 好 那勞力 好 勞動力會下降 好 整個工廠的勞動力下降 那我們下一代 工作 我是認為觀光服務業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觀光局改成觀光署這個部分 部長跟院長現在可不可以幫忙表態一下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機會幫我們完成 有關這個觀光署過去行政院曾經送案給貴院 但因為立法院大概也非常忙 所以也來不及審議 所以借起步的去審 所以現在等於是沒有案子了 我現在又最後一次我又提案了 另外交通部這邊也有這樣的議事 總統也有這樣的政見 那就整個觀光確實應該讓他全責各方面要提升 這個是有這樣的需要 那我也認為整體這個行政院的組織這方面應該要怎樣 現在也來到這個地步 所以這恐怕不是單一一個來講 而是整個是怎樣 這個恐怕要全盤考量一下 所以希望院長能夠盡快幫忙 讓我們這個台灣其實為什麼 我們在看那個環島鐵路網 我們為什麼要西高鐵東快鐵 為什麼要趕快完成這個環台就是六個小時可以繞一圈 那這中間也有很多細節 可能今天沒有時間講 這個我們儘快在拜託部長 這個儘快把它鋪好 但是就是說未來我們要推動觀光 公路鐵路這個都是非常重要 比如說我們鐵路如果說真的是環台六個小時已經做好了 我們將來全世界 不只台灣的觀光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到台灣來觀光 那我們整個觀光的點 他來這邊玩五天 他要規劃很簡單 他來這邊玩十五天 他要怎麼規劃進去在比較深度旅遊的 比如說我現在六都 六都我如果到六都有什麼 我們交通部是不是可以幫忙整理六都風華 那我們鐵路經過這麼多的全台這麼多的鐵路在 每一點進去都有一點他內部深入的可以去玩味的 可以去學習的可以去見賞的 好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可以有個鐵道秘境 我每一個站 就整 就從現在我規劃二十年 在這個期間當中 所有的世界的觀光客 都能夠盡快到台灣來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 防疫做得很好 要謝謝院長及各部會 這個是超前部署嘛 那觀光我們是不是也一定要超前部署 因應AI將來整個產業升級 整個智慧應用 那包括勞動力在工廠裡面可能會下降 好那我們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來趕快加緊腳步 是我想台灣除了是防疫大國 也會是觀光大國 經過這一次 我想全世界都看見台灣 而且肯定台灣 是的 那我們除了環島的這個高快速的鐵路網 那我們也在規劃二零二零年 是鐵道觀光旅遊年 那鐵道也是綠色的交通 它可以串聯起我們台灣各地 這種特色的一些文化 還有風景 所以確實觀光立國 然後把觀光署這個改制 然後讓它更大的能量來當火車頭 那我想未來到台灣 變成一個觀光島 不是台灣人的交通運輸而已 是全世界人來這邊都知道 沿著鐵路去旅行 這個也是日本 還有很多的鐵道國家 給我們的經驗 謝謝部長 現在剩下15秒 我最後做個結論 那就是剛才的第三點跟第四點 也就是說我們通用拼音或漢語拼音 這個部分我希望院長能夠幫忙下指示 把它統一 那用在我們實際需要的地方 那最後一個觀光局變觀光署 也希望能夠盡快能夠完成 謝謝 謝謝